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现在的观测能力是很难证实或证伪的 十几年前第九大行星是谁 教科书里还写得清清楚楚 1930年克莱德汤伯发现了冥王星 将其与天王星 海王星 能量奇观 起了普鲁托这个气派的希腊名 从此太阳系九大行星变成一种常识性知识 然而科学家后来才意识到 在太阳系外围空间里 冥王星似乎远不够看 1992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遥远的冰石结构天体 体量跟冥王星差不多 2005年更是发现了细神星 比冥王星质量还多出了27% 连冥王星都能排老九 那细神星不排个第十都说不去 天文学家当机立断 2006年8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天文联会 通过决议将冥王星化为海行星 从太阳系九大行星中除名 普鲁托悲惨退位 成了134340号小行星 但第九大行星的王位没那么容易取消 一直是虚伪以待 近五年来 一些新的发现让人猜测 太阳系中或许存在一颗真正的啤酒 约24日 英国杜伦大学的雅各布·舒尔茨 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杰姆斯·恩温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太阳系中的第九大行星 可能是一颗远处黑洞 早在2014年 天文学家就在科伊伯代 发现过一些天体 轨道离太阳远的时候 居然可以达到几百个天文单位 一开始这些被解释为 海王星眼力散射效应 但很快 新第九大行星的猜想就被提了出来 导致美王星降级的罪魁祸首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麦克·布朗 在2016年和同事发现 科伊伯代中 六颗天体有奇怪的轨道 它们的近日点都指向一个方向 就像六块以不同速率转圈的钟表 但指针都指着一个方向 如果海王星是幕后操盘者 那么它们的指向早该离散 不会这么集中 而且六颗天体离太阳最近时 距离也超过了40个天文单位 海王星假说也不好解释 麦克·布朗和同事计算出 大家伙指向偶然一致的可能性 为0.007% 所以还是相信 有一颗尚未现身的大家伙更为现实 天文学家过去相信 在海王星外 存在新行星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这个区域的物质太稀薄 要长出一颗大行星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 但如果太阳系是从茫茫宇宙中 掳掠了一颗现成的行星呢 这个可能还是值得考虑的 实际上宇宙中有很多流浪的行星 就像电影里的流浪地球一样 在未知的黑暗里 有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浪汉 在华也有啤酒的区域 风雪引力透镜实验观测到了引力异常 至少六个未引力透镜事件 表明了该区域引力异常 暗示存在一个自由漂浮天体 其质量范围在5到15个地球质量之间 P9的猜想因此被鼓舞 此次舒尔茨和恩恩的新论文猜测 该天体可能不是一颗流浪行星 而是一个流浪黑洞 它被太阳系拉抖入群 搅乱了外围天体的轨道 一般来说 听闻选家观测到的黑洞 是恒星死亡坍塌后聚集形成的 而存在于理论设想中的远处黑洞 则是另一回事 霍金对这个概念构限很大 那是宇宙大爆炸后不久 产生并遗留至今的文物 大爆炸之前的宇宙 被听闻学家叫做元出宇宙 元出宇宙的爆炸是不均匀的 局部空间能量力度太大 没崩开 就压缩成质量无限大的点以及黑洞 这种黑洞大小不一 小的可能只有粒子大 一般的元出黑洞 跟太阳系常见的小行星质量类似 这些黑洞随后漂流宇宙各处 一些通过霍金辐射消散 像冰块一样化掉了 一些则牺牲物质壮大存活至今 圣尔四个温恩指出 海王星外天体的异常轨道 以及一些引力事件 可以用质量为地球数倍的 元出黑洞来解释 一个元出黑洞可能被太阳系捕获 成为第九行星 他们证明这种捕获的可能性 是值得考虑的 但严谨的假设仍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可以不带天体的发现者大卫诸伊特 甚至压根就不相信 第九行星的存在 在接受电视采访时 直接说不认为啤酒存在 他认为 这栋假说透露出科学家 对取得重大发现的心态是急切的 但这个理论离可验证的阶段 还很遥远 众说分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以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 观测海王星外天体 还很困难 尽管人类已经观测到 几千颗太阳系外行星了 南大学者谢基伟说道 故事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观测系外行星 基本上是通过观察 恒星光谱的零星效应 或多普勒效应 间接推断行星的情况 而对太阳系内行星 就可以直接观测 外围这样广阔 天体这样暗淡 上百天文单位之外 还是一片未知 那些太阳系边缘的天体 很多是通过 哈勃望远镜看到的 等韦国望远镜工作以后 我们的观测水平 会改善一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